宣定韓國拉麵 裝進鋁碗自助吧台前開蓋 泡菜年糕等小菜可挑選 開在東海學區附近的自助吧 韓國拉麵採誠實商店經營模式 付完前後從泡麵到夾料都自己來 滿方便 然後價位又不會很高 會有被夾完沒有補貨的情形 之前有碰過 但後來就很少 像這樣的無人泡麵館 約須請五個公讀生 平常負責補貨人力清潔巡視 共四個時段會出現 可省下百分之七十的人力成本 沒有店員緊盯的情況下 業者也得承擔被偷的風險 就怕損失慘重 業者還在牆上張貼公告 雞蛋請勿偷竊 否則會含銅湯匙出聲 另一間同樣位於台中的泡麵店 做法較為保守 採販賣機模式 想吃什麼自己動手按選 付完前食材才會遞送出來 從水溫 注水量都已設定好 跟著步驟操作就能吃到熱騰騰泡麵 吹光的現實下延伸出的無人商店 此經營模式開始流行 不過熱度能維持多久也有待觀察 三天新聞 陳一傑 邱瑞陽 台中報導 評判 第二次